我是從三歲開始學瑜伽 今年七歲了 雙小學二年級 六歲拿到瑜伽教練資格證書 我現在一共有一百個學生 最大的應該是八歲 最小的十六歲 因為我喜歡看動物世界 我編了一套動物瑜伽 我一般先會給小朋友樂個聲 然後進入班日式 然後我們再來動物瑜伽 我一般來吃鴨子 我現在聽課還不上去 我感覺沒有拍幾天 然後結束的時候我們會用腳來當電話 給爸爸媽媽打電話接我們 小朋友們動作做得不標準的時候 我會把他們改正過來 我還接受了節目的邀請 我去叫主持人的時候 練到男的動作的時候 主持人都不會 賣客小時候因為我生意上太忙 他爸爸基本上也不在家 每個星期陪賣客只有兩三個小時 他是保姆帶大的嘛 脾氣很古怪也很暴躁 真的是輕度的自閉症 送幼兒園讀書的時候 就自己玩自己的 也不說話 有一天我回到家的時候 他真的把沙發上的靠地都圍起來 躲在裡面 他說我很害怕 當時我真的傷心透頂了 好幾個晚上都沒有睡覺 我是開那個服裝店攝影的 開了12年 整天只想著賺錢 後來發現兒子是這樣了 我就放棄了這個4年 很想興奮 真的好好去陪伴麥克 3歲的時候 我要去練瑜伽 我都會抱他去 晚上他回家告訴我 媽媽,你那個瑜伽我會 把我家裡的瑜伽墊鋪開 他做得真的很像模像樣的 後來我就讓麥克去瑜伽的私教課 每節瑜伽課的時候 要一個小時他都待著住 我們這家都一起練瑜伽 麥克現在的性格有所改變 很開朗也很活潑 2016年麥克考到少兒瑜伽教練資根證書 目前是中國最小的一家教練 每次老師暑假的時候 他都會帶麥克去當咒教 目前麥克已經有十多萬存款了 他自己有銀行卡 只要他自己賺的錢 我不會送他一分錢的 在我考試成績還好 每次都能考到九十幾分 除了練瑜伽是一個小時 畫畫是半個小時 我的時候我還要去臨架子國 現在練的瑜伽 我看還不好 我還要加強努力 變得更好 我的願望是 想成為一名中國最好的瑜伽教練 你的一名中國最好的 訪問